之前你可能至少要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 它的算数运算值 刚刚有提到加减乘除 然后呢 再来这个person刚有提过 就是求余数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那如果在VBA里面 它不是叫person 它叫MOD MOD MOD OK 一生里面有个函数叫MOD 其实也是求余数 然后另外就是除除 除除就是求整数部分 也就是比如32除以5的话 你如果除 那它就会可能有小数点 但是如果你要求整数的话 它就会留下6 6点多 它等于把它小一点去掉 不过其实 这个除除好像用到的比较少 为什么因为相对的 你用除完之后 你外面挂个INT就好了 就是再把它转成整数 不就也是一样的结果 所以这个东西导用的比较少 另外的话底下 刚刚那个7层层 可能讲叙述有点太快了 层层的话就是几次方 后面的话层层 2的话就二次方 如果3的话就三次方 4的话就四次方 OK 一直可以推 因为在其他语言里面 我印象中好像没有这样的用法 其他语言 大部分像Java里面 就是一定用MAS点POW 然后你要给哪一个数字的几次方 这边的话稍微是比较特殊一点点 就是记得是层层 后面的话就是几次方的意思 那再来的话 其他就关系运算值 就比较两个人要相等 记得等于等于 在VBA里面就一个等于而已 可是在Python里面要两个等于 在Java或JavaScript也是两个等于 OK 所以常常同学 之前有习惯写VBA 写完之后就漏掉 写等于 忘了应该是两个等于 OK 要两个等于 不等于的话 就一个经浪 不等于 这边就要 不等于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是等于 可是VBA是一个等于 那这个比较运算值 这个是 如果我今天不等于的话 是经浪号 加一个等于叫不等于 可是在VBA里面的规则不一样 VBA里面不等于是什么呢 小于 大于 OK 这个是在VBA里面的驱逐方法 所以如果你现在写 写的是VBA的话 那你就改一下就好了 反正知道规则 其他的话像 大于 小于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这个都一样的 只是之前有同学会问那种 很有趣的问题 我没想过的问题 有没有 大于等于 他说 可不可以等于 等于大于 就是把等于写在前面 他问这个问题 我又没办法回答 因为我没有想过 这样这种规则就把它 记下来就对了 因为这个规则不是我定出来的 这个是他 语言本身的 固定的规则 所以是不可改变的 所以这个当然 你固定的 你就要把它记下来 其他的话 像那个逻辑运算 只包含就是 and跟 nots我用的比较少 因为nots 变成你要转个弯 然后再比较 我觉得常常会 反而判断错误 所以nots我相当少用 当然你要用的话也可以 本来是true外面包一个刮无 nots就变成false 如果false 刮无就变true了 就颠倒一下而已 可是我是觉得对我的脑 对我的那种思考逻辑 我觉得很不太习惯 所以通常我不会这样用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懂了这个规则之后的话 我们要来写一个 判断年龄的程式 那我先demo一下 各位看一下 那你们可以想想看要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 一样是在src上 new一个新的marge 那marge名称的话 也许 我这取名称叫 能不能判断好了 这个地方其实是 可以 dem的话可以打中文 没关系 如果你刚才打中文 打英文都没关系 然后finish 接下来如果我今天希望 写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很简单 但是逻辑 变成说我这个逻辑 有几个 第一个 必须要让使用者 可以input一些东西 所以你要学会什么 如何用input 去输入资料 ok 然后呢 第二个的话 规则是 我必须要有四种逻辑 第一个 18岁以下 比如说打17岁 他要输出未成年 第二个规则是说 我如果今天假设是 20岁 应该是18岁以上 到 那个所谓的35岁 那就是青年 ok 那如果35岁到65岁的话 我应该36岁好了 好像是壮年 35到65 ok 是壮年 等于现在 到65岁还是壮年 也就是现在退休年龄 不断的向后 因为可能现在 大家也健康了 没什么事 学点东西也不错 反而比较不为老化 所以之前蛮多 来学拍摄的很多 都年纪蛮大的 活到老 学到老 ok 而且跟预防 老年痴呆 这应该还蛮有效的 因为你脑子有动的话 其实相对的 比较不容易摔了 另外的话 第四种逻辑就是 如果你是65岁 如果66岁 那就老年 对是像这样子 所以会有四个逻辑 也是多重判断 那在Python里面 要怎么样撰写这一段程式 基本上大概你需要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 如何使用input 所以第一行 请你打这个edge 这个edge是我们产生的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 就是可以让我们输入一些资料 你就打一个input 所以以后 特别注意 input 刮符里面的话 你就给它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 就是将来会显示在这边的 请输入年龄 ok 它就会跳在这边 接下来 如果输入一个年龄之后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 你输入的结果怎么样 就丢到这个前面的变数里面 ok 那不过特别注意 input 它带过来的东西的形态 诶 是什么呢 这边说 它带过来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用type type 那你会发现 它给你的是一个字串 那可是问题来了 你的年龄 如果你用字串 对不对 字串呢 如果要跟数字之间比对的话 那你文字跟数字是不一样的 所以记得 这一题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也是非常容易做错的 记得 你input 外面请你再包一个int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没有把它转成数字的话 它要比对就会发生错误 ok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再撰写 底下的程式 那主要分成几个段落来看 第一个 一重逻辑 这个所谓一重逻辑 如果我的逻辑很单纯 如果 为true我就进到下一行 为force我就跳过 就什么事都没发生 那以这个来看 你会发现 如果今天 撰写方式就if 空一格 这个h做一个比对 后面的话是一个逻辑判断 记得最后 请记得要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冒号 ok 在VBA里面是一个then 在这边加一个冒号 表示结束 前面是一个逻辑 接下来的话 记得 enter 然后段写什么 特别注意 printer 未成年 如果他 这个小于18岁的话 那就会成年 特别注意 这个底下 你按enter 他会自动帮你 加一个tab键 这个是一定要留下来的 如果没有留下来 程式翻译 因为他 我刚刚讲说 在Java有大瓜糊 可是python没有大瓜糊 可是问题 他怎么去判断说 这个一个 一个执行叙述的头尾 他就透过什么 透过一个阶层 ok 就是一个tab 那再来的话 如果 不过你现在执行他的话 他只会怎么样 如果你输入17岁 他会输出 会成年 但是呢 如果你现在这个时候 假设输入19岁好了 ok 大于 enter会怎么样 什么事都没发生 因为他跳过了 ok 那这个就是一重逻 如果你今天 假设你要 再加一个 反思 两重逻辑的话 那记得 你这边可以再加个什么 else ok 然后呢 加一个冒号 enter一下 把它怎么样 再把这一行 拉到这边来 然后呢 让它怎么样 prince 诶 成年 这个就两重逻辑 也就是有true 跟有false 这个两重了 那如果说 又再加什么 诶 成年 未成年 那如果我现在讲 未成年 然后再青年 壮年的话 青年 壮年 所以就多重了 特别水 如果两个以上逻辑 请特别水 请你在if的下面这边 再增加一个多重逻辑叙述 这多重逻辑叙述 在python里面的话 叫 lif 叫 这个 lif 这里的话 你就打 el lif 这边 接下来的话 你要到那时候 那你的那个年龄范围在哪里 年龄范围的话 我要是 这个h怎么样 h必须是 大于 等于 18岁 而且 end 所以特别说 中间请你加一个end end end什么呢 这个h 它是什么 小于 等于 假设35岁 35岁 记得后面加一个冒号 所以你会发现 第二个逻辑 跟第一个逻辑 最大差别 就是前面加一个el 那你把它这边 按enter 假如说呢 printer 它就是青年 假设18岁 到35岁 是青年 所以这边的话 改一下 把这个 逻辑 你就是 再改个青年 那再来的话 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它的年龄 是18 到35 它就跑这里 那剩下来 壮年 壮年的话 假设是 如果逻辑是 它是大于等于 36岁好了 小于等于 65岁 那它就是壮年 OK 那你这边 把它改一下 壮年 所以其实拿它上面 来改会比较快一点 这边的话 你可以改一个壮 OK 壮年 那反之的话 剩下来的 那就是老年 OK 因为其实 它判断完 判断完 都没有了 剩下来就是 66岁以上 所以这边的话 你假设 最后 都跑完了 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你这边的话 就可以把它改成 叫个老年 OK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 把这个城市给写完 然后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未来 以后城市里面 一定几乎都会有 这个逻辑判断 那有可能是一重 有可能两重 有可能多重 来 画面切完 给各位试一下